资料里面这个筛选 假如不熟悉的话 可能也要熟一下 因为筛选等于就是 你可以利用筛选找到你要的资料 可以把Excel 当资料库 资料库里面的查询功能 其实就是筛选 你会发现这有什么差别 你点一下去 刚刚因为它文字 所以它会是文字筛选 文字只能做比对 但是如果你是数字的话 你会发现后面就不一样 它可以是大于可以是小于 可以是大于等于这些 所以不同的资料形态 就会产生不同资料形态的比对方式 这个可能要注意 这个就资料库的概念 所以其实你说资料库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资料库的查询的 这个观念的展现 只是差别是说 Excel 它是比较图形化界面的 一般资料库可能就是要下语法 像Sequel语法 自己打那个程式 自己打Sequel语法去查询 这个其实OK 所以大概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可是问题我现在要找的并不是说 我要做报表 那报表最快的方法 其实就 用筛选可能要花蛮多力气的 所以我建议你可以用另外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插入里面 有一套枢纽纽分析表 这个相当好用 比如说你要做报表 在Excel里面做报表 这应该算最简单又好用的功能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几年次了 所以呢 不过特别说上面如果你有那两列多出来的说明 请你把它删掉 因为一般的资料表上面是不会有多那两个东西的 OK 所以如果你将来要把Excel当成资料库 就是什么 放在这边 游标放在这个范围任何一个图形的都可以 你只要不要放外面 放这个图形的任何一个地方 按插入枢纽分析表 它会自动显示说是不是这个范围 因为它可以找到 按确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要统计是什么 几年次有几个 对 所以接下来 你可以找到上面这边有个栏位 叫几年次 请你把几年次这个栏位 先拖拉到几列 再把几年次拖拉到值里面 OK 就是这一个 其实主要我们针对统计就是这个而已 所以几年次拖拉到列 几年次拖拉到值 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是值的话你会发现哦 假如说它这个栏位里面是数字的话 它自动呢 会帮你把它做加种 可是我现在并不是要加种哦 我现在主要是要算它有几个 比如说这个年次的人有几个人 那所以特别注意 请你把这个加种这边改成什么 改一下叫什么 值的栏位设定 点这边箭头 然后呢 所以这边拖拉下来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项目个数就好 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栏位本身是数字啊 它自动加种 那你把它改成什么 项目个数就是有几个 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58年次的有一个 59年次一个 最多的好像是像69年次有10个 最多好像是70年次的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不是要统计哪一个年次的啊 我是要统计什么 那个区间的 所以接下来要做什么 你需要把这个几年次的这个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把它群组起来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从多少 50到79 就50到59 然后60到69 所以你可以按右键 记得好这边有个功能叫什么 群组功能 组成群组 然后呢 自己改一下 从50到79 也就是50到59 中间的话间距就10 50、59 60、69 70、79 刚好每隔10年 就是一个区间 一个群组 所以如果你设定好这按确定 你会发现哦 它会出现什么 50到59 自动出现了 60到69 70到79 就自动把这个报表帮你产生了 应该懂什么意思吧 这还蛮方便的 马上可以算出 其他那里其他栏文 都可以其他同样的方法 最后如果你要画个图 更简单 只要有这个表 你就直接在旁边不是看到一个枢纽分析图 按下去 看你是要哪一种图 这个的话当然用什么枝条图叙述就OK了 看你要不要立体的 如果不立体的话 你用这个群组资料图按确定 这个马上就出来了 有没有 就可以计算了 这样当然你一般你说真的叫他看那一杯数字 打不过给他一个图看到 然后老板这个 好清楚啊 你看这上哪个最多了 对不对 你给老板看说 老板你自己去看一下那个资料里面的 这个资料啦 天啊你给我看这个干嘛 我要就是那个东西 清楚的东西 最好是把各个图都帮你画 画好给他 他就看图 他做决策就好了 太细节的东西他根本不在乎 没有人每天那边辛苦 看那边想那资料干嘛 你不要说我结果就好了 我要做决策嘛 OK 那怎么做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那个重点点 一请各位利用插入那个 这个邮件要放在这边 任何一个重点点 插入枢纽分析表 按确定 二的话呢 请你把这个栏位 直接拖拉到这里面来 一个一个 然后把这边改成项目个数 项目个数 然后再来这边按右键 把它组成群组 群组的范围的话呢 就是50到79 那间距值就10 其实云端上好像我有把这个 这个图都截图下 所以如果你细节部分 假如怕会有点跟不上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云端这边找一下 这个东西结果 这边我有把那个重要的图 帮各位截图下 就这一些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也就是说 刚刚这个READ 主要你如果前面不会测试 你不会value 那你出你的分析表 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OK 除非说你要用那种图牌的应用方法 选择性贴上 把它贴成只有数字吗 那是不对啦 OK 所以尽量 观念厘清用对的方法 问题应该就会比较单纯 而且这些应该是比较一劳有力的方法 OK 产生各个年次区间的占比 OK 试一下这部分 待会的话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那再来后面部分 我们就要接下来来看 再更上一层楼 如何利用开发人员的 像录制聚集 还有VPA